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需要马上过去 那也就是说 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那我还是得去机场送你啊 你别去了 为什么呀 你去的话 我怕我会受不了 受不了什么 如果你去送我 就会让我更难过 搞不好 我会让你跟我一起走 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离开 我做不到 那太痛苦了 所以像现在这样就好了 我送完你 直接去机场 那好吧 现在这样就好了 现在这样就好了 要不然 我真的怕我承受不住 那我们就这样 轻描淡写地说再见了是吗 像现在这样就好 那我走了 你好好 你好好照顾自己 开心点 不要想着我要走 你要想 我们很快就能结婚了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我不在你身边这一年 你出国了 我又不知道你在哪里 如果你不好好吃饭 晕倒了怎么办 如果你在因为劳累过度 又身体又不舒服了怎么办 要是你爸爸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媳妇怎么办呀 我如果不够贤惠的话怎么办 或者像霍玲说的 如果你被其他人追走了怎么办呀 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 我什么通话说我都不写了 我跟你一起去好了 要不现在去买票 我现在去买票还来得及吗 你只要看着我相信我就好 十二年我们都等过了 一年又算什么呢 我以后每天都会给你打电话 做什么事都会向你报备 永远都不让你担心 你永远都不会找不到我 况且 你把我套这么牢 我怎么可能跑走了 慧珍 我爱你 我真的很爱你 我也是 等我回来